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针对当前中非关系提问 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 中方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也希望非方能够做出理智的抉择 回到通过对话协商 妥处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 近期中非在南海发生的一些事态 完全是菲律宾改变政策立场 违背自身承诺 违反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蓄意侵权挑衅制造事端 责任完全在非法 中方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我们也希望非方能够做出理智的抉择 回到通过对话协商 妥处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 同中方一道管控好海上局势